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人 甚至于恶意地来毁谤 实在说 也正应了释迦牟尼佛 在《法灭经经》里面所说的 佛法将来灭 第一步是灭楞业 最后一步是无量受情 假如我们很冷静地去想想 这为什么第一步要灭楞业经 真谛很有道理 因为有楞业经 大家都多楞业 这个世间妖魔鬼怪很多 你有能力辨别 妖魔鬼怪不得其辨 楞业没有了 这个辨别佛魔的标准是雕 妖魔鬼怪现前我们不知道 反而会把它当作佛菩萨看待 那这个亏就吃大了 所以这些妖魔鬼怪总是详尽方法 先把这一步经灭掉 让世间人都不相信这个经 它才能得起辨 特别是《楞业经》上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段经文我过去曾经说 这叫照妖禁 你要是念得很熟 这是一看一听一解除 就想到 他这个佛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佛还是妖魔鬼怪 我们就有能力了 佛可能就会有点 我用来的 这些妖魔鬼怪的 这些妖魔鬼怪 是真相对的 这些妖魔鬼怪 是真相对的 这些妖魔鬼怪 这些妖魔鬼怪